在华北地区土地干了 这是因为当地气候干旱 很多水库都建了地 原本应该是水的地方都变成了泥浆 有些人说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干旱的日子 在这片农地水的供应现在得靠配置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生产和消费国 但是缺水 刘德旭和他的妻子需要尽力挽救幼苗 如果他们的庄稼有问题 数一百万的农民也会有问题 世界粮食的价格就会上涨 为了防止出现这个状况 中国政府耗资十几亿美元 紧急砖挖水井 水慢慢地从地下深处流出来 在干旱的华北平原 大城市发展迅猛 这里有两亿人口 人们担心地下水可能在三十年之内用完 中国是全球经济的动力 缺水可能会限制将来的发展 中国其实有很多水资源 但是大多位于南部 所以中国投入巨资 进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程 南水北掉 利用巨大的运河还有管道 把水掉向北方 耗资六百亿美元 中国对水的需求实在太大 如果没有不断落下的及时雨 终有一天人们会发现 他们没有水可以用 Damien Grammaticus BBC News ShandongProvinc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